哦 现在几点了 到了听露西讲故事的时间了 今天的故事叫做 做健康料理的猪 凯莉 夸了一家 小黄狗 小黄狗 我从家里带了好多好多零食 我们一起吃吧 呃 好多 啊 好吧 呃 好吃呢 小狐狸 我吃不下去了 呃 那个怎么办 剩了这么多 啊 对了 我们叫佩奇来吧 佩奇 小狐狸 你叫我了 嗯 我从家里带了好多零食 太多了吃不掉 你能吃掉吗 呃 这么多呀 再说了 你这些东西也太油腻了吧 我不爱吃这些东西 呃 是吗 我在书上看到过 说猪特别喜欢吃东西 什么 我们猪就知道吃 啊 这是什么偏见呀 还有 我喜欢吃水果跟蔬菜 哦 佩奇 呃 那么你该瘦了 原来猪不应该胖胖的吗 呃 小黄狗 你刚才说的也是偏见啦 呃 是吗 对不起啦 黄树猪这个断钉我就会喜欢吃 我就能吃 我就胖 这也太过分了 我再也不想听了 哼 兔子也不是都快 乌龟也不是都慢 干嘛只对猪这样 佩奇 出来吃饭喽 好的 这就出去 呃 这都是什么呀 汉堡包意大利面炸鸡 怎么都是快餐呢 是不是看样子很好吃啊 这是爸爸特别从市场上面买来的哟 哎呀 总吃这些东西很容易胖的 身材都不好了 呃 佩奇 我们是自我胖胖的才对嘛 佩奇 猪胖的没事 就是啊 姐姐瘦的猪听起来好奇怪啊 哎呀 我也不是随便说说 猪就吃的多 这种偏见我要打破 看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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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的初菜 甜美的水果 这才是健康的料理哦 我来尝尝 呃 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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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是不是怎么 这可怎么办 哦 我是加工一下 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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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我们切一切 或者是用的 好香的味道太棒了太棒了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这是什么声音 第一届饮食大赛料理现在已开幕 对自己料理有信心的朋友 请于某夜某日某日某期间进行申请 这又不是就是为我举行的料理大赛吗 我要当第一名 大家好 这是第一届进康饮食料理大会的现场 现在终于只剩下两名决赛选手了 请两名各自说一下自己的料理 我的料理是用千年山山熬制的营养粥 吃了的话会变得非常的健康 身上的病全部都会好 我是借此机会来打破大家对猪的偏见的 希望大家品尝我料理之后 能够改变以往对猪什么都爱吃 什么都吃得多的偏见 佩奇的话语至极有生 现在我们来听听评论的意见 本以为只喜欢吃油腻的食物 没想到会参加我们的大赛 真的是难得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是啊 我以为猪只喜欢吃肉了 没想到竟然参加本次大赛 真的是有点特别的选手啊 不过要是吃这种料理 不会变得很瘦吗 我认为猪胖一点才会更有魅力 不对 那是对猪的偏见 我更喜欢健康的食物 哦 这让我找到了以前失去的那种味道 神秘而伟大 是啊 根本出乎意料 这一吃就会变得很健康的这种味道 光看各位 评委的反应好像就已经知道结果了呢 不过还是要宣布一下 本次比赛的第一名是 佩奇 我是第一名 简直无法相信 我们赶快来听一下佩奇选手感想如何 感谢大家能够喜欢我的料理 还有我想给大家说一些话 猪并不是整天都只知道吃 全都是胖子 就像有跑得慢的兔子 和跑得快的乌龟一样 希望大家都能够消除一切的偏见 谢谢 今天录像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啦 朋友们 再见啦